疫情走了三年了 到底什麼時候會有完結篇呢 現在各國的國門都開了 結果我們也看到 以中國大陸來講好了 整個疫情海燒上來 而且他們的症狀 真的是千奇百怪 而在美國現在有新的變異株 已經佔據了 他們確診人數的50% 這對台灣又會有 什麼樣的威脅跟影響呢 而跟我們最靠近的 中國大陸症狀之怪 有的人突然長毛髮了 我們是掉髮對不對 他的是長髮 有的人居然眼睛冒泡泡 鄧大的眼睛裡不斷冒泡 嚇壞了江蘇確診女患者 他拍下影片求救發問 怎麼會染疫後醒鼻涕 眼睛就狂冒泡 讓他相當害怕 對此有醫師解釋 因為鼻類管相通 鼻子塞住了 氣體就會往上衝 只要醒鼻涕小了一點 就沒事 同樣對確診後 覺得出現難以理解的情況 也發生在山東青島 大家有沒有聽說過生髮豬 今天是我羊的第二天 原先我這些地方都不長眉毛 你看這都長得超範圍的 少年自稱確診後 眉毛頭髮突然長很快 還長很多 雖然被病毒搞得全身痠痛 但對於毛髮變濃密感到開心 另一位確診者出現了症狀 則是把家人逗樂了 這種了什麼豬 確診高燒40度後 男子卷張臉嚴重腫瘡 眼睛睜都睜不開 他妻子陪著看醫生外 還不忘拍下這難忘的畫面 大陸人口多 14億人口 這個疫情突然來了之後 好像什麼症狀都有 什麼都不奇怪 其實應該是說 以前我們的資訊沒有那麼發達 所以我們可能就不知道這些症狀 像眼睛冒泡泡 這個我們病人其實早期就有稍微聽過 書本上有講過 但是沒見過 還真是因為這個影片出來 還真的第一次看到冒泡泡 那天還跟我們醫生討論 我們醫生說原來病人講的冒泡泡 是這有沒有一回事 那我們可以知道就是說 其實他不是只有冒泡泡 有些是往裡面一直吞 他就會發現一直流一直流 然後嘴巴一直覺得有東西 那個一個就是往上衝 那就會冒泡泡 往下就到嘴巴裡 那這個都是因為鼻類管的問題 那有的是阻塞 有的是太通常 那還有的 因為本來想要給大家看的 可是因為沒辦法 因為它三個一家 你知道這個鼻洞 跟我們這個類管 還有跟我們的那個所謂的 這個我們的腦失真是在一起的 所以它是三個立體 那只要一塞住 有時候你就會發現 鼻淹的根也通了 那有時候是鼻類管通了 有時候是鼻痘塞住了 所以這個都有可能發生 只是我現在要強調一句話 就是說2020年之後 還真的無奇不有 在我們的病例上面 還真的有增加了 那有人就想說 是真的是因為確診嗎 其實我們是懷疑的態度 是因為醫療都一定要有證據 但是我內心是真的相信 好多 而且像剛剛講的第二個 那個眉毛變濃的 我們上次一個病人是皮膚科 他是整個脫毛了 有 有 對 不過日本跟台灣 我們談過好幾次 掉髮掉的厲害 對 掉的你知道 他說他自己懷疑人生 他是有做化療嗎 然後就來求診皮膚科 那另外一個 這個眼睛眯成一條線的 我們這個病人他是腫這裡 他是沒有腫到眼睛 所以真的是千奇百怪 那另外一個是舌頭 刷到流血 然後來看 他懷疑他口腔癌了 我們醫師跟他講說你這個不像 他就說你怎麼會發生 他說不知道 確診之後兩個禮拜 那個舌胎一直越來越後 後來去看中醫跟他講說 應該就是在免疫系統被破壞 被改製了 那也就是說 因為Cominata是個病毒 會改變你身體的免疫系統 所以大家真的要很小心 你看大陸這個眉毛變濃密 還有眼睛腫成一條線 就整個臉都腫起來 眼睛剩下一條線 欣輩你說你也曾經腫過這個樣子 其實右邊那張圖 大家看起來很誇張 我曾經有一度在照鏡子 我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我要先講一下 但疫情會聽到很多種傳言 說你會出現什麼症狀 其實它可能都是有因果可塑的 我們先講在疫情的時候 基本上你可能會經歷一些 上呼吸道的症狀 尤其現在的病毒 可能會有B-SIL-BT 所以第一個 可能就是鼻類管塞住 那另外其實 第二個這個眉毛濃密 我們真的相對下比較少見 原因是在我們感染病毒的時候 身體正在經歷一場大戰 所以通常大戰的時候 我們身體很多的元素都去保護身體了 因此最常看到的其實是掉髮 所以這個確實就 除非這個人 他真的在我們面前是我們的病人 不然我們比較難以解釋這一段 如果真的是 他是真的一個新的疫情 新的一個病症 第三種 其實它有一種可能性 因為我不是他的醫生 所以他可能 因為我們在新冠肺炎的時候 有時候你會不舒服 因此你會用一些藥物 藥物的過敏 有些人就會長成這樣 過敏 然後整個都腫起來 對 我記得我在高中的時候 有一次我就是吃水果 我很喜歡吃芒果 甜甜的很好吃 我吃了一大堆芒果 媽媽很好心 幫我燉了一鍋很濃的中藥 兩個吃完沒感覺 隔天早上覺得 怎麼眼睛視野好像比較差 我一照鏡子 我就長成這個樣子 我的眼睛中腫成一個豬頭 所以其實還有可能 他們都是新冠肺炎的原本症狀 延伸出來的一些 現在看起來比較特殊的狀況 不過未來新冠肺炎 還是要再觀察一下 對 大家還是得小心 這邊要問主任 尤其眼睛冒泡泡 這個真的是 剛看到那個畫面 大家才知道 在眼角這樣 真的有泡泡像水沸騰一樣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 然後怎麼會跟鼻類關有關 對 泡泡應該是 如果說是跟我們的結膜有關 就結膜就是我們眼睛的 白色的部分叫結膜 結膜那個地方是沒有骨頭 所以說它上面是黏膜的話 其實裡面只要有積水 就是會骨起來 所以它就變成 所以冒泡泡應該就是 有兩種 一種就是鼓起來 它是起水泡 是長在哪裡 長在黑白交界的地方 黑白交界的地方 對 這個的話導致 我們很多病人揉眼睛 就是眼睛癢揉的時候 真的是會鼓起來 那現在講的另外一個說泡泡 應該就是說 我們醒鼻涕的時候 醒鼻涕的時候 其實鼻類管裡面 有這個淚水 淚水我們就是 我們講的 有的是從鼻類管 跑到鼻腔的 這個我說我們在哭的時候 一哭 一把鼻涕 一把眼淚這樣子 對 鼻涕其實就是眼淚 就是眼淚 但是它是從鼻類管下去的 那我們醒鼻涕 醒的時候 用力的時候怎麼樣 有的時候怎麼樣 它那個空氣會鼓出來 然後跟這個淚液就是 黏在一起就是鼻的一塊 就是一個一個 就溢出來了 所以說它這個 有的會往下 有的時候會往上 所以說就是會有 這樣的一個情形 所以就是這個下肋小管 跟上肋小管 這個地方如果塞住 有的時候就像你剛剛講的 可能它就有泡泡會冒出來就對了 那如果說真的是那種 腫脹冒泡泡 它會有什麼感覺 它會覺得痛嗎 覺得脹嗎 有的時候就是會覺得怪怪的 不舒服 就是說對方往往是 其實是你的親戚朋友 看到怎麼好的 這個地方怎麼冒的 一個水泡 一個鼓起來一個東西 別人講的時候你才會發現 那多久會消 有的 你說其實鼻涕醒完的時候 其實它就是會擦一下就會消了 那水泡就不是了 水泡有的時候病人來門診的話 會堅持叫醫生說 我這個擠水泡怎麼辦 那有的時候我們醫生的話 就是用那個針頭把它刺 如果以這邊來講 是不是這裡有水泡 是這裡嗎 是黑白交界 所以說應該是在外側這邊 在外側 所以你們真的會用針把它刺破 對 就點個麻醉藥把它刺破 這水一擠就出來了 那平常是什麼情況之下 你會看到病人這邊冒這種水泡 我們來醫院的話 就是用裂隙燈 有一種顯微鏡一看就知道說 它是起水泡了 對 但它是因為什麼關係 是因為過敏嗎 還是因為什麼關係造成的 會有很多原因 過敏是一個因素 那過敏之後揉眼睛 揉眼睛之後 它這個地方它是因為結膜 它是黏膜 黏膜它很鬆散 很鬆散 所以說一揉怎麼樣 那水就積進去了 水一進去就鼓起來了 了解 好 所以原來鼻類管跟我們 這個眼睛鼻子關係這麼大 所以陳醫師你剛提到說 鼻類管如果要讓它暢通 有個日常保健的小背包 對 就是我們病人 來門診的時候就會講 最常講就是兩個 一個就是這個白油太多 老白油 老白油 一個老白水 兩種就是老白油 有的時候是發炎 是不是分泌物多 老白水有的時候 就是鼻類管塞住了 鼻類管塞住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怎麼樣 因為我們知道說 鼻類管就是在我們內側 這個上面一個點 下面一個點 有的時候病人都會跑來說 醫生 奇怪 我怎麼這邊有個洞 其實那個就是鼻類管的 我們自己看的時候 看得到那個洞 沒錯 對 看到那個洞 那個洞很小 像我現在老花 我大概都看不見了 我都比較用列系燈去看 有的病人一看 這個是上面一個洞 下面一個洞 上面的洞的話 大概我們的淚水30% 從上面的洞流下去 那下面的洞的話 大概70% 從下面的洞流下去 那這個地方塞住的話 這個塞住就有點像 以前高雄 愛河有沒有 你這個如果裡面東西 很 這是雜質 髒東西很多 一定會塞住 所以我們眼淚裡面的話 像我們有時候女生 什麼化眼影 什麼那種 化眼線 對 眼線就掉下去 掉下去有的時候 他怎麼流下去 就從鼻類管的頭流下去 覺得很辛苦 這些鼻軟的頭 他功用很多 那你一塞住的話怎麼辦 其實一開始塞的時候 有的時候我們就是會 病人有的時候拖半年 一年才來 我們就用那個鐵的針頭 去給病人弄通 那如果說在家裡面的話 其實我們有個動作 就是說因為它是 大家手要洗乾淨在做 對 這個要洗手 那就是眼睛閉著 然後這個宗旨往這個 往 從外向內 眼頭向 由外向內向下 往這樣子去 外內向 給它 了解 給它按摩 所以就是暢通下面 這個鼻類管就對了 這個動作是先暢通下面這個 最主要是下面這個 就把它這樣子壓壓壓按摩 按摩完了以後 不要太用力 按摩有的時候 我有病人這樣按到說 這個後面就腫起來 就腫起來就像剛剛那個圖 米菇這樣整個眼睛都腫起來 就不要太用力 往下壓壓壓之後 你休息一下 可以用這個家裡這個熱毛巾 所以先按摩這樣 熱毛巾 然後就是躺著 做這個熱呼呼一下 OK 這個一天做幾次 好 可以讓它比較暢通 可以補充一下 就是說如果家裡有新生兒的時候 你發現他的眼屎比較多 也可以做這樣的按摩 很多小朋友就是會眼屎特別多的時候 他就會緊張 家長就以為怎麼了 其實你也可以稍微這樣按摩 就可以避免來找我開手術囉 天啊 要動手術好可怕 好 那現在中國大陸 其實像他們進到台灣來 都是要進行一些篩檢的 所以你看陽性率 甚至達到了四分之一左右 也有人就開玩笑了 因為他們常在 現在打招呼變成說 你陽過了嗎 對不對 然後你陽康了嗎 這不就是武俠小說金庸裡面的 對 其實去年年底 12月7號左右 其實中國大陸政府 突然開放了他的防疫的一個政策 就等於說放棄了清零的一個管制 所以其實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們的確診數 就是爆炸性的成長 導致很多醫院的門診 其實大排長龍 他們其實大陸自己的民眾 自己都自嘲 滿街都是神雕俠侶 為什麼呢 因為在疫情之前 大家都見面問候 都會說你吃飽了沒 你吃飯了沒 然後後來就是 或者是你快篩了沒 對 快篩了 然後開始疫情的時候說 你核酸了沒 你快篩了沒 然後這一陣子就是因為這個政策鬆綁 所以現在變成是你陽過了沒 什麼叫陽過 就是你確診了沒 然後或者是你陽康了沒 就是你確診後你康復了沒 甚至大家最不想聽到就是 你王重陽了沒是什麼 就是重復確診 這也是武俠小說裡面的 所以其實這些名稱就是問候羽 其實大家就聽起來覺得有點熟悉 其實真的的確 楊過我們就知道 是神雕俠侶裡面 對 神雕俠侶裡面 武功蓋設的男主角 那楊康就是楊過的父親 色調英雄傳裡面的反派 王重陽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全真教的創教之人 所以其實我猜這個金庸沒有想到說 自己的武俠小說裡面的這個主角 竟然會成為現在這個疫情的過程當中 大家的這個問候羽 竟然會是這些主角的名詞 這個是好玩的 但是還是不得不注意的就是 現在全球的狀況 大陸離我們近 那它會有什麼變種 現在各國都在看 不過在美國這一邊 XBB有的專家說 它是所謂的大魔王 它到底有什麼特性 它其實也是一個Omicron的變種 它叫做XBB1.5 那這個變種病毒 其實發現一個比較大的特定 就是第一個傳播率高 接下來就是它很容易 跳脫免疫的感染 所以其實甚至你已經感染過Omicron 你都可能會再感染 其實根據統計 現在美國是40%的人 都是這個病毒株 那所以其實它的一個擴散率 想必在假設從美國當地 開始大家飛機飛來飛去之後 很有可能就會成為 下一波的主流病毒株 但是有一個我覺得 還算是還不錯的消息 就是我們也在觀察 也很擔心它的一個重症率 以重症率的角度來講 它其實跟其他病毒株沒有差太多 並沒有一個高重症率的風險 只是想告訴大家就是 其實這個新冠肺炎 很有可能會持續性的用這些 大魔王型的這個快速傳染 或免疫跳脫的方式 讓你不斷的亡蟲癢 天啊 現在指揮中心公佈的最新消息 重複感染的人在台灣 已經有10萬人了 而且我們還是要說 還是有一些黑數 所以要特別注意 那它的傳染力強 為什麼有些專家擔心 因為如果武漢豬的話 一個人傳三個人 但這個呢 現在國外最新的研究 是一個人傳到18個人 所以這都是得特別留意的 廣告之後來看 楊過跟楊康的人 現在居然眼中風的機率 會比較高嗎 還有過年你吃了很多對不對 眼睛要怎麼樣 注意馬上回來 喜歡健康2.0嗎 一定是非常喜歡的吧 那麼請大家在 健康2.0的YouTube上面 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隨時有最新的健康訊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囉